来 我们看一下2-2平面运动的描述 那我们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 曾经讲过直线运动的描述 那我们在讨论直线运动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讲的吗 好 我们一开始一定会先讲物体的什么 位置 对不对 怎么定义这个直点的位置 那位置呢 如果随时间变化就会产生位移 对不对 所以位置完了之后 我们会先定义位移跟路径长 然后之后就讲速度还有速率 那速度速率讲完 接着最后就讲加速度 大家记得这个顺序吗 那在平面运动里面呢 也是一样的过程 所以我们会先讲 物体在一个平面上 它的位置怎么表示 然后它的位移 路径长 还有速度 加速度 这个怎么计算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位移的部分 那我们在讲位移的时候就会顺便 讲到这个位置向量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这边呢 有一个直点呢 它从A点 跑到B点 A点 跑到B点 那它沿着呢 是这一条黑色的路径 往这边跑 好 那跑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位移向量 当然就从起点 指向什么 终点 所以位移向量 就是AB向量 那我们又写成 DataR向量 来表示位移向量 OK 好 那假设呢 我的初位置向量呢 原点是O的话 那么初位置OA 我们就定义为R1向量 末位置是R2向量 跑到B点 就是OB的意思 好 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位移向量是什么 A A指向B 那我们看这个三角形法 我们叫过向量的减法 对不对 向量的减法告诉我们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A-B怎么样减 又忘记了 好 来 A-B呢 头先接在一起 忘记了 A-B就是 A加 -B OK 好 那-B呢 是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 A加 A加 -B 就是什么 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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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A-B 好 那这一段呢 其实就是这一段 对不对 平行四边形 好 所以再复习一下 A-B A-B 指向什么 A 好 那所以 墨减出会指向什么 墨 好 来 所以 这边的话 我们注意看哦 墨位置向量 减掉 出位置向量 墨减出 指向什么 墨 所以我们怎么样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表示 位置向量 DataR呢 其实很简单 好 就是 我们写 就是墨位置 向量 然后减掉什么 出位置向量 那这个做法呢 其实 很像我们在一围的时候的情况 就是墨位置坐标 减出位置坐标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 那 所以呢 我们就用符号的话 就是墨位置向量 R2 减掉出位置向量 R1 那这边的话 大家仔细观察 如果我们要数它的格子 也是可以数得出来 好 来 R2向量是多少 它的 X 方向的分量有几个 1 2 3 4 对不对 然后它的Y方向呢 有 1 2 3 4 5 6 7 减掉呢 R1向量 它的 X坐标有 1 2 3 4 5 6 7 8 9 好 Y坐标有三格 好 那我们这样一减呢 我们发现 4-9是多少 4-5 7-3 是4 好 那我们再回头检查一下哦 这个AB向量是什么 好 这个AB向量是什么 就是DataR向量 它的横的分量是在这里 值的分量是到这里 好 老师变一下颜色 横的分量呢是这个 对不对 那值的分量是这个 好 那1 2 3 4 5 横的分量是负5 这个负代表向左 对不对 那值的分量有4格 正式 好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确实格子方面数出来是跟我们用这个向量的减法做出来是一致的 好 那再下来呢 我们看到平面运动的速度向量的计算 好 那我们知道速度是一个向量 这个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好 那平面运动在速度的向量是怎么样计算呢 好 我们往下看 好 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图 好 这两个图呢 一个代表长时间 然后一个代表什么 短时间 好 然后呢 它要我们在图上呢 补上位移向量 然后并用向量式写出 平均速度是什么 然后顺时速度是什么 好 来 假设呢 一个物体呢 从A点 然后顺着这条曲线跑到B点 跟刚才一样 对不对 好 那平均速度怎么算 好 我们要补上位移 那位移当然就是从起点怎样 指向中点 好 所以这个是位移向量 所以平均速度就是什么 我们把位移 除以 时间 那当然这个时间是长时间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位移是这个dataR 好 所以我们如果写成符号的话 就是这样子 平均速度就是dataR除以dataT 好 那你这边的话 平均速度的代号 你也可以这样写 就是v 向量 就平均速度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给一个bar 或者是这边加一个average 这样也可以 好 那如果是顺时的话 大家注意看 顺时的话 这个时间就要取得非常的什么 短 那非常的短的话 我们注意看 他的位移就会只有一点点 对不对 好 一点点 好 所以顺时速度 大家记得怎么定义吗 其实还是一样位移除以时间 只是他要时间差趋近于什么 0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限制时间的差值趋近于0 情况之下的位移除以时间 然后代号我们就可以直接写这样 好 那同学有注意到一件事哦 就是说 这个瞬间的位移呢 因为这两点无限的靠近 所以其实啊 这个方向其实就是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其实是不是 物体运动的切线方向 这个极短时间的data会指向什么 切线 所以这边记得 顺时速度的方向会指向瞬间位移的方向 瞬间位移的方向就是运动的切线方向 好 所以这个dataR呢 是很小的 然后指向切线方向哦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接着再看平面运动的加速度 要怎么来计算 那我们知道以前那个加速度的定义是怎么算了 好 老师举个例子 在直线里面 假设我的初速度是 10向右 对不对 那假设我的末速度呢 是 30向右 那假设我经过的时间是5秒 那这个时候我的平均加速度是怎么写 Average 应该是速度变化量除以什么 时间的变化量 好 那我时间呢 是经过5秒 然后速度的变化量是从10变到30 所以变化量是末速度减什么 初速度 所以我在5秒内速度加了20 所以平均而言我速度是每秒钟加4 这里有个秒平方 好 那算出来大家记得如果我以速度向右为正 算出来的加速度是正 就代表向右加速 像这样子 好 那下面这一题呢 我们来看它不是一个直线运动 它一开始的时候在这边 然后绕圆周呢 转了一个弯 转四分之一圈 跑到这边 那它的顺时速度呢 从初速度100变末速度100 那老师要问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从初速度100变末速度100 它的速度变化量dataV40 对不对 好 这个答案一定错 为什么 因为你的初速度跟末速度有没有相等 没相等啊 对不对 因为老师说什么 速度 只要方向不同 那速度就不相同 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可以称它速率相同 那速度既然不同 就表示它变化量应该不是0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速度变化量是0吗 对吗 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速度 或者是你要这样写 出速度不等于什么 末速度 因为你方向已经什么 变了 好 第二个题目呢 它如果要问你 请问你呢 那在这0.5秒内 你的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那这样怎么办 其实啊 在二维运动里面呢 它的平均加速度的计算跟直线完全一模一样 你看直线运动 这个加速度的定义是用什么 用末速度减出速度再除以时间的变化量 所以这边呢 其实也一样 我们可以用末速度减出速度 好 只是这两个是向量啊 所以怎么样来减呢 好 来 这个要减呢 很简单 来 假设出速度是这个红色的 OK 然后假设呢 末速度是这个蓝色的 那 这两个向量要来减 按照向量的减法规则 我们要把它的 这个头怎样 接在一起 好 红色的是出 蓝色的速度是末速度 对不对 那这两个都是100 这两个都是100 好 那末速度减出速度怎么减 诶 又来了 减法的规则叫什么 末减出指向什么 末 对不对 A减B指向A 末减出指向末 所以 这一个东西就是DataV向量 这样OK吗 好 那 好 所以这个速度变化量 DataV向量 是多少呢 好 我们看它的大小 因为这个是一个等腰 直角 所以100 100 1比1比 根号2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DataV呢 它的大小 好 还记得这个吗 好 一个向量 我们把它加绝对值 代表向量的什么 大小 对不对 100 100 所以这个是100 根号2 OK 好 所以这一个呢 我们看一下哦 假如说它从起点 转个90度呢 到 终点 那么它的平均加速度 就仿造直线运动的做法 平均加速度的定义是 速度变化量除以时间的变化量 那你现在速度变化量是100 根号2 公尺 公尺除以秒 然后向哪里 向左下角 对不对 那经过几秒 0.5秒 好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 应该就写成200 根号2 公尺 除以秒平方 方向呢 向左下角 这样OK吗 好 来下面呢 我们来用下面这两个 坐标图啊 来 看一下这个平均加速度 跟顺时加速度的定义计算 好 那前面我们讲过哦 我们要算加速度的话 就是用什么 末速度减出速度除以时间 对不对 的变化量 那平均的话就是指长时间 顺时的话就是短时间 好 所以我们看 左边这个坐标图 代表平均的状况 那右边这个坐标图呢 这个指点跑了一点点 好 所以我们用这个图呢 来理解顺时的状况 好 来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图 平均加速度的定义 当然是什么 速度变化量除以什么 时间的变化量 那对照这个图的话 大家看哦 速度的变化量怎么算 速的变化量 是不是末速度减出速度 老师也可以这样把它写出来 末速度减什么 出速度除以时间的变化量 那这边呢 末速度减出速度怎么减 大家还记得吗 相量的相减 头要怎样 接在一起 所以现在呢 老师把这个初速度呢 移到上面来 OK 这一根呢 是V1 长度有三格 对不对 好 那V2 相量是这一根 红色的 好 那末减出 要指向什么 末 对不对 还记得 末减出 指向 末 所以 这个dataV呢 就是指向 左 有点左下角 这样子 OK 好 那如果呢 两点很靠近的时候 起点 中点 出速度 末速度 那这时候也是一样的减法 只是这两点比较靠近而已 好 来 老师把它画在这边 假设V1是这个 向正Y方向的速度 对不对 V1 那V2是这一根红色的 它看起来长度 差不多 但是这两个向量 夹角 还蛮小的 对不对 假设这个叫V2 我们把它平移上来 那dataV是什么 很简单 dataV就是 末减出指向什么 末 所以这个dataV呢 就是小小的 因为你跑一点点 可能你的速度变化呢 不大 所以这个dataV会小小的 所以这个顺时呢 怎么办 诶 其实跟刚才一样哦 就是速度变化量除以什么 时间的变化量 对不对 只是现在呢 我们要让时间怎样 趋近于零 好 那大家有一个观念 其实这个就是微分的观念哦 就是时间很短 对不对 那你的dataV其实也小小的 那小小除以小小不会是零 好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看范例 好 我们先看呢 这个第二章的范例一 好 右边这个图呢 问你这个向量呢 怎么表示 那这个太简单了 对不对 好 这根蓝色的向量呢 是指向呢 右上角 那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分量 对不对 一个就是向右 一个是向上 好 那老师有跟大家讲 向量有两个比两个表示法 对不对 一个用坐标 一个用什么 解析法 就是IJ的 好 所以这个向量呢 它在X方向呢 有几个 有三个 1 2 3 对不对 那Y方向呢 有123 4 好 所以这个向量呢 是3 4 或写成3I 加4J 好 那它的两值 就是大小 对不对 3 4 当然就是什么 5 这个就是直角 三角形 好 那它的方向 怎么指 好 我们答案呢 就看角度 好 大家记得 345的直角三角形 小角是37度 那大角是53度 记起来 好 所以这个方向呢 我们可以写成 东 偏 北 53度角 好 偏 北 53度角 好 好 来 那下面这边 有答案啊 不过老师 重画一次 给大家看 好 它说呢 有一个网球呢 它的出速度是 12 公尺出一秒 入射角 是30度 好 大家知道 入射角是什么 入射线 跟法线的 夹角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怎么画 来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老师 画在这边 我把它重画 这个是地面 对不对 那我们就先画个什么 法线 好 法线要跟地面垂直 对不对 好 入射角 30度 所以怎么画 好 画单一点 入射角 30度 所以往这边走 这个30度 然后呢 撞击地面后 用速度4倍 跟号3公尺出一秒 反射角 是60度 好 所以反射呢 反射线跟法线 夹角 是60度 好 所以往这边走 这个60度 好 假设呢 接触的时间 是0.01秒 接触时间 这边有一个名字 0.接触时间 问你 球在接触地面时的 平均加速度 是多少 好 来 要算什么 平均加速度 对不对 所以平均加速度的定义 是不是速度变化量 除以什么 时间的变化量 好 这个average 我就省略了 好 来 所以速度变化量 怎么算 我要用末数 来减什么 初速 然后再除以时间的变化量 对不对 好 初速度多少 好 老师画在这里 出速度是12 对不对 所以表示这个速度呢 大小是12 然后末速度呢 老师变个颜色 变个颜色 绿色好了 末速度呢 是4倍 更号3 更号3 大概1.732 所以大概6.8 接近7 好 所以应该画的比这个短一点 对不对 所以末速度呢 是多少 往这边 好 然后是 4倍更号3 好 好 那这个DataV怎么算呢 好 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解析法去算它 不要像这个讲义 你可以用自己的做法去做 来 怎么做呢 很简单 大家还记得解析吗 假设呢 向右是正X 向上是什么 正Y 好 所以这个初速度呢 我们就分成右跟什么 下 好 右跟下 好 你自己画的时候把它画好 好 那这个30 60 90的直角三角形 老师要教大家一下 记起来哦 如果你碰到30度 对不对 跟60度 还有90度的直角三角形 那么这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呢 补一半 一样的 让它变成什么 正三角形 这时候呢 假设正三角形的边长是2 对不对 那底是不是一半 是不是1 那B4定理高 是不是根号3 所以大家记得哦 B4定理碰到30 60 90的直角三角形 就是2比1比根号3 然后这个30度的会对应什么 短边1 斜边是2 这样OK吗 好 来 所以这边怎么办 这个30度 所以这个30度 这个30度角 所以这个斜边呢 是12 斜边是12 好 老师 用它的图好了 用它的图 来 我再画一次 这个斜边是什么 12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分量是多少 6 对不对 那这个分量 6 根号3 好 再一边哦 长 短边是斜边的一半 那高呢 是 这个短边的根号3倍 好 所以这个12 这个6 这个6倍根号3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V1向量 可以怎么写 这样写 好 我先把 左边这个部分呢 擦掉 好 这个V1向量呢 我们可以写成6I 然后J呢 是负的 减6 根号3J 好 再来呢 哦 撞完之后呢 它变成了什么 V2 它这根的话太长了 这样话不好 好 来 这根V2有多长 这根V2呢 是 我 我 我现在把它 擦掉好了 不要让你觉得 这里突出一个 白色 白色 好 这把它擦掉 好 来 这个是V2 对不对 这根V2有多大 4倍根号3 好 这一根是4倍根号3 好 那大家记得 这个60度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短边 短边是斜边的什么 一半 所以这一个 是两倍根号3 好 然后呢 这个高是短边的根号3倍 所以它就是多少 6 两倍根号3 乘根号3 是不是就6 好 所以这个V2项量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 6I 然后加 两倍根号3的J 那我们就把V1跟V2都表示IJ 用IJ来表示了 好 好了以后呢 下面就带进来 就简单了 来 时间的变化量 接触时间 老师讲一下什么叫接触时间 就说啊 你这个球啊 碰到地板 球本来是不是圆的 好 那撞上去的时候 它就会压缩 是变形 好 变形呢 最后再怎么样 又回来 对不对 从这一个 到变形最大 再poke回来 这个时间呢 就叫接触时间 0.01秒 好 OK 好 也就是说呢 其实它碰撞前呢 它的速度有这么大 就12 好 那撞后呢 它的速度呢 是往这边 然后有4倍根号3 对不对 那从这个撞前到撞后 这一段呢 总共历经了0.01秒 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算哦 从这里到这里 历经了0.01秒 OK 那V2呢 是 我们就这样写 6I加什么 两倍根号3J 好 那减掉呢 V1是6I 减掉6倍根号3J 好 那再继续写 你要写整齐点 不要写到 因为老师没有空间可以写 好 来 那我们看呢 分母是多少 0.01 对不对 那分子的话 这里6I跟6I 是不是消掉 好 那这两倍根号3 在减 负的6倍根号3 是什么 8倍的根号3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 8倍的 根号3J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一除呢 所以这样一除呢 就得到800 根号3J OK 好 那他最后要求平均速度的两指 对不对 两指就是大小 以后题目呢 看到两指两个字就是大小 所以800根号3J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大小是800根号3 然后方向往 J方向就是往上 往上的方向 这样OK吗 好 所以如果他问你平均加速度的方向 那你也知道哦 就是垂直地面怎样 向上 好 那这一题呢 就解决掉了 好 那单位大家写一下 就是公尺除以秒平方 那这一题类体 其实跟刚刚那一题呢 是一样的 好 他这个棒球呢 这个球啊 从这边呢 向右飞 那撞到球棒以后呢 变成向这个方向飞 好 那请问你呢 集球前后 问什么 速度变化量的两指 跟方向 好 那大家知道哦 所有的变化量 就是后来减原来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的出速度是什么 好 我们用蓝色的来表示 出速度是这一根蓝色的箭头 那长度呢 跟末速度一样哦 末速度是这一根红色的箭头 好 那两根一样长 因为他的速度是一样大的 都是谁 V 好 所以速度变化量就末减粗 好 那怎么减 是不是又来了 你要向量要相减 就是要把这个向量的头怎样 接在一起 好 那接在一起以后 这个长度是V 这个长度也是V 对不对 OK 好 那红色的是什么 末速度 蓝色的是出速度 那我们就要末 末 末 末速度向量减出速度向量是什么 末减出指向什么 末 又再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根就是什么 DataV 那这个DataV 那这个DataV是有多长 老师如果没有写向量 符号就是指大小 好 这个V V 那这个斜边当然是根号2倍的V 对不对 如果1010 那就是10再乘根号2 嘛 VV就是V乘根号2 好 所以这个答案呢 很简单 它的DataV就是根号2V 好 那方向呢 诶 跟正X夹135度角 什么意思呢 正X是不是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坐标轴 那你的DataV的方向跟正X夹角是这个角 这个角就135度角 所以答案选E选项 来 那个老师讲这两题 做这个 这一段的结尾 他说有一个指点呢 它的位置向量 R向量呢 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是 这一个 然后T的单位是秒 R的单位是公尺 问你下列叙述哪些正确多选题 好 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来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好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老师先写一下 来 这个意思代表呢 T等于0秒的时候 这个指点位置在哪里 带进去 T等于0 是不是一个I 加什么 0秒 对不对 是不是0个J 好 所以这边没有 所以T等于1秒 这个指点在哪里 老师画一下 然后我们就点一个点 T等于0秒 它是在 X等于1 一个I是这里 对不对 好 那J方向没有分量 好 来再算 1秒的时候在哪里 我们点几个点就好 1秒 好 T带1哦 是2加1 所以是3个I加什么 1秒 3个J 好 3I加3J在哪里 哦 这里是1 2 3 3I加3J 嗯 大概在这里 好 那再点一个点哦 我们看它的趋势 来 2秒在哪里 2秒 2乘2的三次方 8216加1 17 有点可怕 对不对 17I加什么 2 6J 来 17I里对 里加 很右边的 对 那6J在哪里 刚刚这个是3J 对不对 所以6J里加 可能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看起来呢 看起来 你认为这个直点 大概是怎么跑 咦 好像 感觉是这样 弯上来 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它 它哦 不是一个直线运动 对不对 好 所以它是一个 二维的运动 这样子 了解老师的意思 就是他写这个 位置函数的意思 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 看一下它的选项 A选项 它说 其实两秒内的位移 好 两秒内的位移 当然是怎么以 哎 两秒 注意哦 这里有一个什么 两秒内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T 等于什么 0到2 对不对 那0 0的话是I 对不对 那两秒是 17I加6J 所以两秒内的位移 你就可以写什么 A选项来 Data 0到2秒 那就相减了 对不对 是后来的末位置向量减掉什么 出位置向量 我就可以看出来 17I减I 16I 然后6J 然后6J 减没有 所以加6J 所以A选项是OK的 好 再来B选项 其实两秒内 还是一样两秒内的平均速度 哦 平均速度 那A算出来 B就简单了 平均速度向量就是位移处以时间嘛 那你的位移已经16I加6J 对不对 然后你又两秒 所以一除位移处以时间 就8I加3J 单位是公尺除以秒 所以这个B也是对的 C呢 此值点做变速度运动 好 变速度就不是等速度 通通都是什么 变速度 OK 不是等速度 通通都是变速度 那你看这个值点的运动 是直线吗 不是直线 对不对 那不是直线 一定改变方向 改变方向一定是变速度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好 猪 其实两秒内的平均加速度 OK 好 来 老实跟你说 这有一点超出范围 猪选项呢 是这样子写 因为我们知道 位置 对时间为分 就得到速度函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速度函数呢 这里注意一下 这里呢 你有注意到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水平方向的位置 x 这个就是y 所以你也可以写x等于2t三方加1 y等于3t 然后你把这一个微分 2t三方微分就6t平方 1微分是没有 所以速度向量是6t平方i 加什么 3t微分是不是 3 3t微分是3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老师举这个例子给你看 你从这个速度向量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 j方向是一个等速度 也就是每秒钟固定向上前进3 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一开始是在这里 1秒在这里 2秒在这里 这个地方呢 是3 对不对 但这个地方是6 有没有 所以它每秒钟是向上3 就可以看出来 有点这种趋势 那x方向 那x方向你在这边看的时候 x坐标原来是在这里 那过了一秒跑到这里 再过一秒再跑到这里 所以它的x方向 它的速度 i方向的速度 有点 看起来是在加速 所以这里呢 并不是一个t的 它是一个t的函数 所以看起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合理的 对不对 好 来 再过来 既然你要算平均加速度 我就用什么 速度变化量除以什么 时间的变化量 那这里我们就要去写啦 起始2秒 那就是0到2 所以我们看喔 0的时候是什么 0i加3j 那2秒的时候速度是什么 64 2的平方 6424 24i 加3j 对不对 所以你 这个data v就是 磨速度 v of 2 减 v of 0 那这两个相减多少 j跟j 消掉 那是不是剩下 24i ok 这个要写好 除以2秒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12i 没有错 所以租选项是对的 好 1 此值点做变加速度 好 我们看一下 1呢 我们如果要算的话 是这样子 来 速度在对时间 微分就得到 加速度函数 然后你6t平方 微分就12t i 对不对 然后3 常数 微分是0 好 所以这个a呢 会随 t 增加而增加 好 大家注意看喔 比如说加速度在0秒的时候是0 对不对 那加速度在1秒的时候是多少 12 所以你随着时间增加 你的加速度会增加 所以它不是等加 而是什么 变加 所以1呢 也是对的 好 第16题怎么计算 好 第一小题呢 他要问你喔 这个 这个 这个指点的运动的路径方程式 是什么 好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路径的方程式 假设这个是xy 那我说有一只 蝸牛 对不对 你知道蝸牛会吐口水 那它走过去的地方呢 就会有黏黏的 对不对 那如果它从原点出发 然后连着过来的话 它的路径轨迹 这一条方程式就是y等于x 这个叫轨迹方程式 这样ok吗 所以简单讲喔 轨迹方程式就是x跟y的关系式 看出来喔 这个方程式没有t嘛 所以怎么办呢 好很简单 来 你看这个式子的时候啊 这个r向量呢 某一个地方的r向量 其实就是它 这个i的部分 前面那个数啊 就是它的x坐标 然后后面这个j的前面这个部分 就是它的什么y坐标 对不对 那它的坐标 这它的r向量就是x乘以i y乘以j 所以这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写 拆开写两个式子 就是它的水平坐标是15t 然后它的y坐标是25加20t 减5t平方 ok 好 那你怎么找这两个的关系式 就简单了 对不对 带入校去法 t是什么 t是15分之x t是15分之x 好 这个部分呢 你自己整理一下 就会得到这个答案 ok 好 那第二小题问你几秒后 x跟y方向的速率会相等 这个有点超出范围 来 v of t的函数是什么 来看一下 微分15i 然后加 好 这个部分微分 20-10t j 好 那一样哦 一样哦 这个 v速度 它的 这个i前面这一个 系数就是速度的x分量 这个就是速度的y分量 比如说 我的速度是这样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拆成什么 拆成 这个速度的x分量 跟速度的y分量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可以写 vx就是谁 固定实物 那v y是谁 v y是20-10t ok 好 然后 它要跟你说 x跟x跟y的什么相等 速度呢 速度就是大小 所以这一体有点奸诈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令vx跟vy一样大 那我就会得到什么 好 我计算在这里哦 15等于20-10t 好 那一项一项的话 10t就等于5 所以这样的话t就是0.5 对不对 好 可是它说速率相等 速率相等还有可能一个情形呢 就是我的负值 我的负号 加一个负号就等于你 所以我也可能是-15等于20-10t的结果 对不对 好 所以t等于多少 嗯 这个就3.5秒 所以这一体会有两个答案是这样子 好 啊这种呢 位置对时间为分 为分得到速度 速度函数对时间为分得到加速度 这个应该是算补充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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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